干了 干 牡丹娜 咱们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吧 我总觉得今天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我今天给你交个底 我黄某人跟日本人不是一条心 我腾将甚至我想 吃菜 吃菜 来 多吃一点 莫丹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我 我现在问行吗 问吧 你是不是 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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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说 好 那我就说了 有人想见你 你没死 黄队长 你不用紧张 我刘洪志不会轻易对中国人动手 除非是像刁德胜那样 十恶不赦的大恨奸 原来红母丹让我见的人是你 什么意思 红梅烟 保长 你们先出去 是 黄队长 请坐 黄队长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今天这桌菜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这叫水深火热 跟你在齐阳城的处境 那是一模一样 我黄鼠堂在齐阳城要风得风要雨由雨 哪来的什么水深火热 是吗 那你的兄弟是怎么死的 什么叫要风得风要雨由雨 黄队长 黄队长 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挺起脊梁鼓 做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你得活得清清白白 我听出点意思了 你是让我改换门庭 倒过来给你们八路当枪使对吧 不 我是要借你一个肩膀 咱们一起走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黄队长 如果想为兄弟们报仇 咱就好好谈谈 好了 不谈了 没什么好谈的 今天这个事 就算我没见过你 也没听过你说话 慢着 黄队长 看来你是真不想给弟兄们报仇啊 我何尝不想给我的弟兄们报仇 我恨不得把那个真子大谢八快 那你只要听我的咱们就可以做到 怎么个做法 你先回到司令部 小爷走了 现在是北叶正香当家 让我抱那个日本娘们的小短腿 姥姥 我黄处堂宁折不安 我 我没那么瞎解 大丈夫能屈能伸 黄队长 你知道那几个兄弟是咋死的 那是被日本人的化学武器感染而死 所以说 只要你现在回到司令部 取得北叶正香对你的信任 想办法把那个防化箱拿到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顺利地把截获的化学武器 运出七阳城 而七阳城人民就可以免遭涂炭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七阳城人民的大恩人 这个 你让我再想想 黄队长 没有时间了 化学武器在七阳城多留一天 七阳城人民就多一份危险 好 从今天起 咱们就是一条心了 刘洪志 我请你一带 好 来 喝点 对 反了他娘的 黄队长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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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哄啥呀你哄 黄树狼迹开箱了 你看清楚了 绝对看清楚了 刚刚进去的 队长 队长 就凭这块手绢 这很难指认 这红牧丹有嫌疑呀 你懂什么 我这叫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你们 你看七阳城现在乱的这个家 连小野都过不上东南西北了 咱还不趁机混水沫浴捞一把 那才叫猪成吕雅的蠢玩意儿 那长牙 你就跟着哥哥混 哥哥吃肉 咱们也得让你喝口汤吧 我上红牡丹 咱们也得让你掐端野玫瑰吧 咱就瞅着这笼子 抓不到八路也得抓个奸情 扫扫那个姓黄的 哎呀 要是老天照应 真让我抓住了黄鼠狼和八路打连连的真凭实据 那就等着真金白银 从云彩眼里往咱头上掉吧 那时候 长牙 帽子摘下来倒过来 就他娘是聚宝盆 队长 您怎么一说 我这胆都撞起来了 对了 我听手里的兄弟们跟我说 这几天红牡丹的后院附近 经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进军出主 我怀疑啊 那个呢就是八路小分队 我现在有七五成的八卧塔宝票 这黄鼠狼和那个八路肯定是穿一条裤子 你看 对啊 这个红牡丹 八路鱼 黄鼠狼 这红的黄的 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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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的 这不都混了一块儿了吧 兄弟 长崖兄弟 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 是啊 你现在立刻马上派人给我把克莱祥包围起来 一只蚊子都被放出来 是 我们查识了红牡丹 把八路一网打尽得到了太君的信任 到那时候咱在启阳城可是呼风唤雨了 不过你给我记着 八路凶得很 他们的鼻子也尖 你把他们包围起来 可千万别靠到太监让他们发现 啊 哎呀 长崖兄弟 这可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要是办杂了 别怪哥哥 不讲情面 队长 你就放心吧 你们就够我在这儿待着 别靠近 八路太狡猾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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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花箱这么重要啊 对 没有放花箱 化学武器 就无法安全地运出启阳城 这个贱货简直是个恶魔啊 好 这事我记下来我一定帮你 但是刘连长 我可不是入伙啊 一 我得给我的弟兄们报仇 二 我不能让启阳城父老乡亲们 再叫小日本糟蹋了 嗯 大哥 不好了 真机就给定山克来香了 好老板现在拖着他们 让你们快走 撤 撤 撤 探头 探头 快 走 走 走 你谁腾腾打我 人呢 追 队长 人在里边吗 不知道 我没敢进去 怕打草军石啊 进去搜 搜 别放走一个抓活的 是 别放走一个抓活的 是 是 好 刘德盛 怎么又是你 你想怎样啊 洪老板 有人给我举报 说你克莱香 我藏贡妃 贡妃 你又来了 我跟你说多少遍 我克莱香是清清白白做生意的地方 可我手下的人是亲眼看见的 谁啊 让他站出来 我跟他理论理论 你别着急 一会儿搜出来 你就全知道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搜出什么来 老板 你要是搜不出你想要的 可别怪我 在小野太君面前 给你上眼药 没有金刚座我不来瓷器活 洪老板 待会儿要是搜出来 你可别哭哭咧咧地求我 求你 谁呀你是 队长 找到了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我也奇怪了 我明明看见黄鼠梁跑进去了 没出来 他娘的见鬼了 后边呢 小刘农在后边呢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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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你跑了 臭乌子 跑进天天不会追啊 队长 我追了 这 这八路太他娘的狡猾了 扔了好多被子 兄弟们没挡住 跑了 吊大圣 怎么样 人呢 我告诉你多少遍我这是清清白白做生意的地儿 清清白白 为什么他们要跑 谁跑了 八路 不 人呢 啊 共匪呢 八路呢 我看你们都想八路 红牡丹 你嘴硬是吧 你的娘给我嘴硬呢 把她给我带回去 是 我这个 谁呀 谁呀你是 凭什么呀 你带走我 不打听打听 在七阳城里 谁敢把我红牡丹 从克莱乡带走 那才怪了呢 红牡丹 你竟然窝藏共匪 人呐 装什么大一巴狼啊 人呐 信不信老子一想崩了你 吓死我了 店里的伙计都给我听好了 有一个算一个 只要能逃出去 就给我往警备对跑 告诉黄树堂 就说刁德胜拿枪指着老娘的头 让他给老娘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 来 来吧 枪子你来 红牡丹 你二妈嘴巴硬啊 怎么样 还有什么屁没放完吗 你给我仔细看看 这是什么 什么呀 手绢 手绢怎么的 这可是你的手绢 让我看 这他娘上面还有你的味呢 是吗 全西洋城的女人都是这种花露耍味 凭她娘什么 你说这是我的味啊 你有病啊你 吊德胜 凭一块女人的手绢 跑到这儿来找茬 你疯了吧你 通不大 怎么样 你 你 这件事情 你知 我知 你给我走着瞧 我等着 他娘的走着瞧 你个臭娘 你 真子小姐 如今你和小野阁下的关系 陷入了僵局 阴摩罗鬼 又没有人去调查 呃 卑职想知道 我有什么样的办法 才可以化解 你和小野阁下之间的僵局呢 毕竟这次失误 是卑职造成的 靖上君 你多虑了 有四拨人抢阴摩罗鬼 还有一拨人下落不明 偌大的齐阳城 这么混乱不堪 难怪伊藤将军说 小野军的能力有限 靖上君 我有件重要的东西给你看 好 这份 是我来齐阳城之前 伊藤将军给我的委任状 任我为齐阳城的司令长官 你打开看看吧 好 这 我来齐阳城之前呢 完全是揣着一颗 辅佐小野阁下的真心 完全不计较什么得失 只要小野军 能够把齐阳城管得井然有序 什么样的委屈 什么样的委屈 我都能够接受 阁下辛苦了 可惜呀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不想把伟人状拿出来 这份伟人状只有你一个人看见 我是希望小野军能够主动辞职 自己给自己留点面子 卑职明白 大哥 原来我在伊藤将军的眼里 竟然如此不堪 竟然还不如一个女人 阁下 阁下怎么了 阁下醒醒 阁下你怎么了 阁下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 我们 我 救人要紧 快快快 阁下 万法医官 王嫂 王嫂 阁下 阁下 王法医已经被你抓起来了 马上把他放出来 赶紧放出来 是 阁下 千万不能放啊 他是八路是三零七呀 真子小姐 司令官阁下 他需要休息 他得了什么病 阁下他身体虚弱 必须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 马上进行休息 不 我没事 我可以 阁下 阁下你当务之急 是好好地休养 什么也不要操心 我可以代替你 管理一切 你 谁说要你代替我了 沈口郡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不 被防止突发事件 还有人故意捣乱 我命令你 待我行使之权 直到我 彻底抗复 阁下 我反对你这个命令 难道我不入伤口吗 阁下 我完全可以代替你 管理整个齐阳城的 我实话跟你说 我你可相信王凡一官 也不会相信你 快去 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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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医生来 快去掌救 你的意思 真子担任齐阳城城防司令的伪认状 是他自己伪造的 是的 根据上级情报 真子的伪认状是伪造的 这会危及到307同志的安全 我命令你们 要想尽办法去查证 并且设法营救307同志 而且 真子想用307同志 来换取于小野的和解 小野虽然是表面上半推半就的 收了他这份礼物 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相信 他只是不想跟真子完全翻脸而已 所以我认为 307同志目前的身份 还没有完全暴露 只是 处境非常危险 那我觉得 现在应该利用他们狗咬狗的时候 收拾他 所以目前我们的任务 是要设法找到防化箱 对付真子 同时设法营救307同志 必须把转移化学武器 和炸毁军火库 双管齐下 这个任务不清 是 好 我同意 好 我同意 喂 小哪位 给我接小野 哪个小野 你少跟我废话 你是谁啊 刘洪志 好 你等等 喂 刘洪志 是 什么 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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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证书第五块地板 你看看下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我可要再跟你说点大事呢 你要坐稳了 你说 死 reinst子的化学武器 置在我的手上 什么 来人 叫你别大呼小叫的 珍子是个女的 丢了化学武器 他不敢告诉你 这情有可原 你们小两个时候 可能因为我吵架 我告识这件事 是让你收敛的点 爱可胡闹 我就把这些大案 给小鬼就不留掉 捧捧消灭干净 客厦 马上派人 沿着电话线路 去抓八路 快去 我听你这意思 你还要抓我呀 那好 我等着你 走吧 赶紧 派兵 沿着电话线路 抓柳洪志 另外 让山口军马上来接我 是 沿着电话线路 我 我 可以 沈可君 殿下 您看看吧 真子这个女人 她竟敢拿一张白纸 猫成为人撞来欺骗我 李洪志竟然掌握了这一切 他得司令部的情况 知道的比我还详细 这一切 连王反义都不可能接触到 他怎么可能是公党 三令起果然零有其人 慢点 小野君 北野女士 我终于明白了 你为什么瞒着我帮我抓三令七 为什么你会拿白纸来冒充伟人状 原来你是要掩盖你自己的打过错 北野女士 你对帝国太不忠诚了 小野阁下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还问我 我一直纳闹 为什么你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还要对我那么温柔 为什么 你对我的抢夺计划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 而是帮着我抓三令七 原来你是作贼心虚 你想堵住我的口 我问你 阴摩罗鬼是不是被刘洪志抢走了 小野阁下 你怎么这么说呢 这是刘洪志亲口告诉我的 你里东八路 不 是刘洪志打电话给我的 他要挟我 我要是再不收敛点 他就会用阴摩罗鬼来对付我们 阁下 阴摩罗鬼好好的 这是刘洪志在挑拨我们 什么 阴摩罗鬼在哪里 拿给我看看 拿不出来了 我要去把王范一罐放出来 他是你阴摩诡计的受害者 我真是谢谢 你送给我的这份厚礼了 你可以对天皇陛下 你想让我被迫把隐藏武器的地点告诉小野 好趁机让三零七贺之机密 我才没那么蠢 我能忍受住小野的怀疑和挖苦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手 打开 王嫂 你受委屈了 尚口君 到底怎么回事啊 王嫂 你的逮捕令是特告客欠罚的 小野太军驾在中间也很为难 还请您理解 我知道 都是真子搞的鬼 王嫂 保重吧 邓家的 咱们走吧 去哪儿啊 我 会根据爹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啊 我知道你没完成任务 可真子已经怀疑你了 你就算留在这儿 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啊 老婆 你听我说 真子怀疑我没关系 只要小野还信任我 那咱们就还有机会 你魔罗鬼的威力 你也知道 一旦被释放出来 那死伤的就不止是一两百 那是成千上万不计其数啊 小鬼则丧尽天良 没人性 万一哪天发了疯 把所有的阴魔罗鬼 化学武器全都释放出来的话 那战争的结果 可就很难预料了 现在 小野不甘心真子去执行 义腾的计划 这正是我们的大好机会 所以 我们现在不能离开 可自当你被抓进监狱 我每天晚上都做了梦 我梦见你被他们折磨的 我不是没有觉悟 我知道 可是我 可是我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你牺牲自己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也担心你 我也害怕你受折磨 可是现在咱们走 怎么跟组织交代 老婆 要不然 我先把你送走 我一走 他们就更加怀疑你了 没事 我就说 你受了惊吓 回家去休养了 不 老婆 我不能扔下你 自己一个人撑着这个摊子 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你身边 老婆 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下辈子都还不完 那你就下辈子还我 老刘 怎么了 有个你最想见的人来见你了 谁啊 你最想见谁啊 快进来吧 放大他 刘洪志同志 三零七同志 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 只不过 以前你知道我是刘洪志 但是我并不知道你是三零七 这是咱们第一次真正的相识 是啊 刘洪志同志 这回我们当家的呀 能捡回这条命来 多亏了你和其他同志 我谢谢你们 这说哪儿的话 快别这么说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还是要谢的 老刘 谢谢你 这咱不说这样 都是自己人 别客气 来来来 快坐快坐 坐 坐下坐下 老王 现在呢情况比较危急 我们想听一听 你对下一步的行动 有什么安排 是啊 这样 老刘 其实路你已经破好了 我们只要想办法 把你们截获的化学武器 安全地运出启阳城 小野那边呢 我会想办法 让他逼真子说出 其他化学武器藏在什么地方 你放心 你铺路我拉车 真子逃不出我们的眼睛 好 太军 王太太 太什么太太呀 被人肉来捏去的捏 你受得了 我还受不了呢 是是是 这是我的事情没有做好 让王嫂 吃了不少苦 对不住了 小野军啊 您怎么上我家来了 我们家 当家的不是什么 什么党来着 您快躲远点吧 躲远点吧 太军 这个 我 我太太这个 脑子 不 她性子直爽 不走脑子 你没张脑子啊你啊 你跟小野军 多少年了 你能吃几碗干饭 太军会不知道啊 行了 别说 出去 出去 好了好了 给您孙倒了八辈子没了 王嫂 你太太心里有气 让她说说也好 毕竟 你为此也受了不少罪嘛 对不起 没事 太军 这个 卑职理解 真子小姐 毕竟是人家一堂中将的心腹嘛 这个 这个 咱们胳膊 拧不过大腿 还是汪嫂离解我啊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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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志此举 必定大有深意 怎么讲 从常理上讲 他这叫引火烧身 我觉得 刘洪志没必要 把自己往险境上推 当然了 并无常识 只怕是真子小姐 分析的也有些道理 刘洪志就是想逼咱们 说出隐藏化学武器的地点 这样 隐藏在我们背后的三零七 就可以渔翁得利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不要再去逼真子了 不 我 卑职觉得 单纯地逼真子小姐 我们还是太被动 不如我们双管齐下 一方面逼真子小姐 另一方面 我们派人 在齐阳城全面搜查 我就不相信 真子能让 这么一批化学武器 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 就照你说的办吧 就是挖地三尺 我也要在齐阳城 试一试 对 一会儿你给他安排 报告阁下 叼队长来了 让他进来 接吊 太监 您叫我 叼队圣 最近 有没有摩查到刘洪志的侠落 这个 卑职一直在努力地查找线索 查找线索 查找线索 我告诉你 刘洪志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刘洪志给你打电话 你还笑 林洪志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可笑 我 太监 我 我 我以为太军开玩笑呢 我 丢队长 什么时候 太军还跟你开玩笑 我看你是不想摇脑袋了 这 卑职该死 卑职该死 丢队长 太军要全程搜查阴魔裸鬼 让你们针机队担任先锋 排魔调查 这可是太军给你的一个大好的机会 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太军 我针机队 人手少 警备队 枪夺人夺 让警备队去执行 是 佳德胜 我看你是贪生怕死 不 好 我不为难你 你给我滚 从今往后 这个臣机队长 你就不要当了 不 太军 滚 太军 我 滚 不不不不 太军 你看这个 看看 这不是女人的手帕吗 对 这是女人的手帕 这是卑职捡到的 在哪里捡到的 就是那天 好几伙人去抢叶末罗鬼那天 我针机队可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这就是在现场捡到的 根据上面的香味 我怀疑是克莱香的红牡丹 我还特意跑去问她 可 可她一口否认 原来如此啊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 红牡丹说不是她的就不是她的了 沈口筋 是 马上集合队伍 到克莱香抓捕红牡丹 是 等等 团指甄子小姐 让她出马 负责这次 抓捕行动 太监 我也去吧 你自己看着办吧 沈口筋 沈口筋 向左转 报告阁下 追悟集合完毕 请你去抢 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们 效忠天皇的时刻到了